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 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他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 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 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的联合 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 这些党派虽待中间性 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 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 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 一直到新民族主义革命都有 中国的民主党派 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 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主要是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